前朝政府采购大量新冠疫苗 结果到了今年9月 恐怕会有1100万剂疫苗过期 曾经担任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的黄家和 要求公布到底会损失多少钱 可是卫生部就用保密协议做挡箭牌 拒绝透露采购价格 黄家和今天再次要求公布金额 也重申政府不用违反协议 这个当然我们也必须从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角度去看 当时的那一个情况 就是可能是大家都很紧张的这个情况 你怎样只要确保你未来的这个疫苗的这个供应 但是同时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就是当时的政府是否有没有保障到 政府在以后对于购买疫苗数目的这方面 和接受疫苗数目的这方面 有没有一个exit clause 有没有一个可以减少损失的方式 也是行动党太平国会议员的黄家和 回到选区出席活动后指出 卫生部可以把所有品牌的国际疫苗价格加起来 直接公布总数 相信这不会违反保密协议 政府应该在本次国会结束前公开亏损金额 同时探讨未来采购疫苗时 有没有减少损失的方式 他强调 用来买疫苗的都是人民的血汗钱 政府必须维护人民的知情权 有没有减少